今年中国同中亚关系的大势喜事不断 年初习近平主席同五国元首举行视频峰会 隆重庆祝双方建交三十周年 随后五国元首又齐聚北京共赴了冬奥之约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发展繁荣稳定充满活力的中亚 符合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国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 目凝友好 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四项原则 同中亚国家一起合力构建 内涵丰富 成果丰硕 有一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 推进中国中亚秘密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同中亚五国的关系正处于三十而立的黄金岁月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广阔前级 我们愿同五国一道 落实好双方建交三十周年峰会的成果 坐实坐墙 中国加中亚五国合作机制 拓展深化抗疫 产能 能源 农业 人文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 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秘密共同体 开场我们双方关系下一个更加精彩的三十年 电视连勇 掌握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